杨林在训斥唐毕之后 他一拍桩案 怒火中烧 吩咐把唐毕推出去 砍 这一声命令传下 脸旁边刀斧手过来一折唐毕的胳膊 架着唐毕往外就走 这功夫唐毕吓得满身的冷汗 脸色发白 他被架着往外走的时候 唐毕扯着嗓子就喊起来了 王爷 王爷 卑之有罪 卑之该死 可是王爷 念在窝在山东追随王爷家前 安前马后 还有一点忠心 王爷 您饶我这一死吧 王爷 王爷 杨林 杨林根本没有饶术的样子 把唐毕拉着去 把唐毕往我一拉 杨林在上面端然稳坐面 臣似水 愚怒未息 他这生着气 旁边有一个人 谁呀 同官花刀帅 魏文通 这回杨林到这来 把魏文通也带来了 他知道魏文通 永贯三军 可以在征交瓦岗山当中 助他一绑之力 为了带魏文通来 特意把魏文通 他哥哥 魏文生 由打华银先调到通关 替他镇守通关 魏文通 魏文通站在旁边 一看杨王这一恼怒 把唐毕要杀了 魏文通觉得此时此刻 又杀战唐毕大为不妥 他一捋胡须 这魏文通啊 有一步好胡子 高兴了 悸动了 愤怒了 喜欢了 感情有起伏 都要捋这胡须 今天呢 他是要思索这个问题 一捋这胡须 这胡须他没了 这胡子 三个多月前 让程耀金给他剃了去了 现在 刚长这么长 这儿呢 他拿手往底一划了 任门没有了 他一发现这胡子没了 马上就恨瓦岗山 这帮起义军 魏文通心里和解 我非得把这程耀金捉住 砍去他脑袋不可 唉 眼下是没有了 县长也来不及 魏文通一琢磨 杀了唐毕不对 但是 要当着杨林的面 要说给唐毕讲情 这杨林一定不能答应 他知道这老杨头的脾气 特决 你越讲情的非杀不可 你得顺着味来 魏文通走两步 来到跟前一报万 王爷 末将 有一言启禀王爷 不知王爷您愿听否 嗯 讲 王爷 这济南帅唐毕 他玩忽之手 理应当杀 不过 不过 王爷 今天 咱们是出道瓦冈山 唐毕他也带了五万人马扎在南面了 王爷 您今天要把唐毕杀了 那么他那五万人马由谁来统领呢 就是王爷您另换主帅 恐怕两军没开战之前先更议主帅 欲作战不利吧 王爷 小人说的话 可不知该说不该说 我看您能否这样 暂且饶他的死罪 让他戴罪立功 让他攻打瓦冈山 捉住秦琼等人 如果他又能够把瓦冈山 众位贼寇全都捉获的话 您就赦免他的死罪 他捉户不了 您再杀的一个二罪归一 岂不更好 这样的话 可以激励他奋勇杀敌呀 嗯 魏文通说完这几句话 杨林还真琢磨了琢磨 其实杨林刚才是一怒之下 把唐毕推出去了 魏文通这么一讲 他冷静的想了一想也是呀 两拨人马到这还没等打仗 先把那五万人的首领给杀了 这与军中也不利 好 国王就听心里的这篇话 饶他一死 把唐毕给我退回来 是 有人到外边把济南帅唐毕架着就进来 这公子唐毕那脸都绿了 不害怕 假的 唐毕知道这杨林说杀人就杀人 这可不是闹着玩 唐毕望回来走的时候 现在还合计呢 能有人给我讲情吗 哎呀 敢在杨林面前给我讲情的人 这我可得祭他一辈子 这恩我可得报 唐毕回来哭通梦里贵 给王家千岁监离 唐毕 按说你 把山东济南 给孤王闹了一个乱七八糟 本应当就地正法 看下你的向上头颅 刚才 同关帅魏文通 再三给你讲情 孤王把这个面子 就赏给他了 唐毕 现在 我把你死罪饶过 活罪不免 两个人来 给我重打四十军棍 有人过来把唐毕往旁边一拽 吞下中阴 军棍拿起来 这就开打 这叫重打四十军棍 杨林在那瞪眼瞅着 这军棍起来带着风 唐毕那也是五十来岁的人了 没受过这个 但是没受过今天也得受 这四十军棍是一下是一下的 棍棍见响 棍棍见神 到后也是棍棍见邪 四十军棍打完了之后 掌形就往旁边一立 衣服给他提上穿好了 唐毕这这 这腿都哆嗦了 后来不觉得疼了 整个臀部就觉得像个木头的一样 都砸木 唐毕挺起身来 又给杨林跪下 多谢王爷 不斩之恩 唐毕 古王问你 你该不该打 该打 今天古王打了你四十军棍 事情并不算满 你回到你的大营之中 要出兵 拯救瓦岗山 你把瓦岗山上 秦淑宝等人 要给古王活捉 古王饶你死罪 如若不然的话 古王要杀你一个二罪归宜 是 多谢王爷 回应之罢 谢王爷 唐毕站起身来 这两条腿走路都打哆嗦了 他与缺一拐 走出了大仗 来到杨林的原门之外的时候 唐毕往这来的时候带了四个随从 这四个随从在那原门外边等着唐老爷呢 刚才看把唐老爷推出来要砍头 这四个随从吓坏了 一会儿的功夫一看唐老爷又回去了 最后又出来了 唐老爷这腿哆哆嗦嗦地走出来的 就知道唐老爷挨了打了 四个随从来到跟前 老爷 您教的怎么样 回应 回应 随从把马牵过来 唐毕班安任登 这凳认上 抽我一把 你慢着 唐毕上了马之后 俩手一抓这铁过梁 这臀部不敢坐呀 能坐吗 重伤啊 走吧 骑着马 他郑周一讲 他有打这个西山 就奔南面绕 这有一段路呢 走到半道的时候 前面有一片树林子 唐毕到这地方 把马带住了 唐阮 刚才 唐毕失血过多 在这 他头觉得一阵рей 他摘一两摘,晃两晃,要往旁边倒,四个随从赶紧过来一搀扶他。 老爷,您觉得怎么样?要不行的话,干脆拿行军床来把您抬回去吧。 不用,不用。打得太狠了。 啊,王爷手下这些掌刑的,一点儿不留情啊,他们打您还不是为了讨王爷的好吗?您怎么样?好,我这阵儿又好了一点,慢慢走,慢慢走,啪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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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堂壁回来。 回到自个儿的大营园门外,四个随从掺着堂壁下了马之后,两边架了他的胳膊往里走,一进他的中军大帐,跟着堂壁来的莱呼尔过来,莱呼尔一瞧,哎呦,唐帅,您这是怎么了? 唉,挨了打了,后面说话,来到后帐,让堂壁望着一坐,堂壁这身子刚那么一挨自个儿的床,哎呀,侧着身就摘位这儿了,莱呼尔站在旁边。 唐帅,是王爷打您了吗? 王爷打的我,来会儿,好啊,我替你把打也挨出来了,知道吗?我挨的打这里有你的份儿。 唐帅,怎么还有我的份儿? 王爷,你不知道吗?你把秦淑宝的家眷在半道上没看住给放跑了?这不是一条罪状吗?啊?这都算到我身上了。王爷把这账算完之后,好像没把脑袋给我砍起来,亏了魏文通给我讲清,似是军棍哪。 我这不能做了,来会儿,做好准备吧,得把瓦钢山搅平了,搅不平瓦钢山,我这脑袋还保不住,又杀我个二罪归一。 是啊,唐帅,您别着急,咱们想办法,一定把他瓦钢山给他搅平。 这功夫,首先人给唐帝马上送来的茶水,给唐帝送来了饮食,让唐帝好好在这儿疆养。唐帝在这儿切完了大半天,到晚上天黑以后,外边有军兵往里边禀报。 唐帅,外边有人来? 哪来的? 瓦钢山来人了,要求见您。 唐帝一听,咯咯家伙,有打去床上,就坐起来了。 他摘位着,瓦钢山来人了。 谁? 唐帅,秦琼秦叔宝,他说给您送药来了,听说您挨打了。 他给我送药来了。 唐帝心想,这怎么回事? 秦琼秦琼怎么知道消息,知道得这么快? 我刚挨了打,他就给我送药来了。 他带了多少人。 我看他身在后边就带着一个人。 后边有兵马没有? 外边都黑着。 那远处树林子里边不知道有没有兵,这个看不出来。 他怎么说? 他说,您是他的老上司,听说您到这来了,挨打了,特意过迎来探望您老。 给您还带来了特好的金枪药。 唐帝一听,心想,杨林正让我捉拿秦琼呢。 可今天晚上,秦琼他就带着一个人到我的营里来了。 这不正是捉拿他的一个好机会吗? 他又一转念,不行。 秦琼不是那么敢于冒险的人,这个人行动缜密。 他在我手下当差多年,我是知道他的。 别看他身后边就带着一个人。 说不定,在距离我的营房不远的密林当中,就隐藏着他马刚山的军队。 话又说回来了,人家秦琼过迎时来探我的病,给我送来药了。 我能说把人给捉住吗? 老百姓讲话,官还不打送礼的呢? 我这要把秦琼捉住,我算什么人呢? 好吧,你让秦琼进来。 是,君族出去,唐帝看了个来会儿了。 来会儿,告诉我手下众偏将,在我的大杖两侧,暗暗地埋伏好。 秦琼此来,不知道用意何在。 如果他要真正就是来探望我的伤情,那么我们就以礼相待。 如果他又另有歹意,让他们听见响动立即出来。 是,来会儿告诉人在两边埋伏好了,但是都在大杖外头,可没进来。 这个功夫,前面有一个兵足,沿着秦琼秦叔宝走进了后杖。 这秦琼带了一个人来,带的谁啊?带的是罗世信。 这罗世信扛着大铁枪没进大杖的时候,就哼哼着来了。 他这一唱,来呼儿在杖里边一听,就叫脑仁之疼。 来呼儿一听罗世信这歌啊,就好像往里边歇钉子一样。 哎哟,来呼儿心想这小子又来了。 来呼儿的心里边成了孔罗病了。 一听罗世信的声音,这心里边在这儿打哆嗦。 一看,秦琼走进后杖。 罗世信扛着大铁枪紧跟秦琼,是寸步不离。 乐喝着进来,一瞅来会儿。 黑铁枪。 唉,来呼儿心想冤家路窄,在这儿又碰见了。 那枪就是我的。 按说我应该把那枪要过来。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枪他怎么也不能给我。 来会儿不言喻。 罗世信把这大枪王丁一戳,就在秦琼身后站着。 秦琼呢,一看唐碧在这床榻上半躺半步的姿态,秦琼走上前一抱歪。 唐帅,别来无恙。 哦,书宝,你来了? 来呀,请坐,请坐。 旁边有人给搬过椅子来了,秦琼望着一坐,罗世信站在秦琼的身后。 秦琼手里边滴了个小盒,把这小盒望着桌子一放。 唐帅,我听说您被阳王重责了一顿,所以特地给您带来了上好的金枪药。 那里边还有两颗人参,您保养身体吧。 唐帅啊,不管怎么说,小人我是您手下的私立校尾,在您手下供之多年,毕竟还有一番感情啊。 今天您来了,我趁着夜晚特意到此,来拜见您老人家,向您问安。 书宝,难得你这片心肠,我得谢谢你呀。 不过,书宝,你是怎么知道我挨打的呢? 汤帅,您的人马一到我的山下,我们瓦岗军就对您十分关注。 您到阳王的营中去了,这,我们的密探都已经得知了。 您回来的时候,走在半路上有一片树林,您在那树林前面头一阵发晕。 您说过几句话,那林子里边就有我们山上的探马。 我们山上的探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到山上向我们禀报。 我一听说,唐帅被打了,您这么大的年纪,他居然竟敢打得这么狠。 说实在的,我心里边也有点不老人呐。 我觉得您不应该受他的重责,所以我过瘾探兵。 唐帅,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 北京市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向各界朋友问好。